享受获利的喜悦获得成功的妙方 我是陈秀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2024年4月8号的股市妙方 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聊聊现在的大盘 因为秀芳现在就是盘中露营 但是盘中露营还是不影响秀芳对于盘式的敏感程度 好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是上涨的 那一样啊就还是很多人问秀芳 说现在这个盘该怎么办 是不是随时会崩或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高档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被害妄想症啊 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整个台北股市随时要反转了 那我的想法还是一样很简单 我们就守好关键K棒一切都没事 因为现在整体看起来整个台北股市还是没有败向啊 可是虽然没有败向我们还是要清楚知道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操作 一直跟大家强调 当大家在封00940 00939的时候 秀芳想着永远跟市场不一样 为什么今天还是跟大家聊到00939 00940 因为假日的时候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 来跟秀芳讲说 啊他们all in也要增加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 然后因为这次清明年假嘛 就是要扫墓嘛 所以见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长辈 因为大家一起去扫墓 那很多长辈就跑来问秀芳说 哎呀我买了好多00940了 怎么会这样子不是稳赚不赔了吗 就开始讲了一大堆 然后我一开始讲解之后 大家就积扎全部围过来 然后感觉像小型的座谈会啊 就是在在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商务的时候 反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一样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你不要因为市场上跟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新闻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听信那些东西 我告诉大家 那一些永远永远都是落后的资讯 我们永远永远要领先市场 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市场上面 别人赔的钱就是你赚的钱啊 啊你赔的钱就是别人赚的钱 你要怎么赚到别人的钱 你真的就是要下功夫 就像秀芳 现在整个市场上 大家每一个人都在问我 美食老师美食你怎么看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生技专家嘛 那很多很多粉丝也来问我美食 很多很多会员来问我美食 然后现在很多很多人都都开始 数计较数美食说他们赚多少钱 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美食 可是那要怎么样呢 我就算没有美食 我还是有本事一天可以让我的会员赚40万 等一下跟大家细细说明 好接下来的话要告诉大家 超盘团队全新升级 这件事情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要强调 因为秀芳从今年开始成立了超盘团队之后 我们的绩效大家有目共睹 真的有目共睹 我们从小资组的浮华 我们浮华变变变变变 随随便便让我的会员赚了60万 100万200万 大有人在 在就是均好 对不对 成名店 其实大家都赚得非常非常开心 超盘团队在之前 秀芳成立超盘团队的时候 我们只有什么 我们只有技术面的 只有筹码面的 还有我自己基本面 接下来我们到了万通投顾 我特别跟总裁要求 我就是要一个研究员 就是我愿意出成本 我愿意出一个成本来请一个 专门给秀芳的研究员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是我们超盘团队要全新升级 别不为什么就是为了绩效 我就是我认为大家加入投顾老师 不要再跟我讲那一些大家伤心的故事 因为我真的听很多 我真的听很多大家伤心的故事 有人赔了什么 赔了房子的头期款 然后有人什么 有人去把什么房子贷款出来 然后什么保单也贷款出来 然后买了一堆股票 然后赔钱赔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跑来找我求救 可是其实我一直告诉大家 小草也可以变大树 是我自己 我们的超盘团队的 其实也算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我们为了是什么 我们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说 财富是可以慢慢累积的 如果你天生投胎 没有投对一个好人家 可是没关系 我们不亲的 因为秀芳 我们家其实也是小康家庭 我们也不是说特别富裕 可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对的事情 什么是对的事情 我希望 我所有认识我的人 不要再告诉我 说秀芳啊 你回产业吧 投顾那个很黑很黑的生态 都骗人的 那个不适合你 我希望从今年开始 大家可以对于投顾 因为陈秀芳而有所不一样的想法 大家都是会认为说 秀芳老师是一个 真的很老实的老师 我们是扎扎实实的在做研究 我可以因为做研究 然后我付多一点成本 我都没关系 我为了什么 我为了就是计较 我相信大家来参加投顾老师 就是为了赚钱 没有人来参加的 和国老师是为了想赔钱 应该是这么说 没有人想进入这个市场是赔钱 我告诉大家 我的会员全部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我们超盘团队的小资组 我们从一月 从今年一月 成立也不久 才短短一季的时间 我们让大家怎么样 真的是获利满满满满满的幸福 所以现在超盘团队全新升级 我相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全新升级的超盘团队 接下来绩效可以有多好 好接下来的话告诉大家 先研究再布局我的核心价值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价值 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我每天花很多很多时间 跟我的团队我们在讨论股票 我常常跟我的 我之前有跟我的会员聊天 就是讲电话聊天 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讲 我常常 大家知道吗 我超盘团队有个张先生 他是筹码增加 我们常常会在选股票上面 在筹码这个部分 会有一点意见分歧 大家会思考说 那你们意见分歧 那这档股票你们是买还不买 我先跟大家讲 当超盘团队的股票 我们其中有人有意见 有分歧的时候 当然不是以我为主 因为我不是这么霸道的人 我就是 我们大家就是一直 丢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找出最好的股票 只要这档股票 我们大家 其中有一个人意见有分歧 我不管说 很多人就说 没有啊老师你是老大耶 你说了算 我告诉大家 我从来没有这种思维 因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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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都是有讨论出来的 而不是说你是皇帝 你就独大 如果你有这种思维的话 我都把我自己当作是 一间公司在经营 如果我有这种思维的话 我准备毁灭吧 我真的准备毁灭 可是我们也要毁灭 所以我会接纳 我整个操盘团队的意见 我们会进行讨论 一轮的讨论 二轮的讨论 三轮的讨论 讨论到我们大家都觉得没有意义 觉得这档股票非买不可 接下来我的会员一定要 买这档股票 然后我们就是第一档布局 我们就等发酵 这种股票 等到我们全部人都一致同意的 这一档股票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会带着我们会员朋友布局 我们不会说 我们中间有人有意见分歧 我们就带大家买 这个不是我们会带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先研究再布局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好 接下来的话 就是预挂买卖盘中五油 我一直跟大家说明 我们这个操盘团队 我们其中一个利益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太多太多人跟我们反馈说 他盘中没办法看盘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会员 他们可能是老师 他们可能是在无城市里面工作的 他们可能是在做一些 小吃店很热炒店的朋友们 他们可能在很多很忙的时候 比如说像小吃店热炒店 可能十点半就要开始上工了 可是十点半还是在盘中 他们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别的头部老师 可能盘中都一定会发讯息 就告诉你说 我们什么点位买进什么股票 他们就会很紧张 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他们在炒菜 炒的菜的时候刚好收到扣讯 到底现在是炒还是不炒 当然就是要赶快炒 可是还是心中就会觉得很紧张 到最后炒完这份东西之后 他赶快再去下单 可是你会发现说点位已经跑掉了 到这个时候的你该怎么办 你会很纠结到底追不追 不追好像是好像又不太对 追好像又不太对 到底该怎么办 你就会产生很纠结的情绪出来 为了不让大家产生这么纠结的情绪 秀芳听到了大家的 大家想要的东西 听到大家的声音 所以我们推出 超盘团队推出了 预挂买卖盘中无忧 什么叫做预挂买卖盘中无忧 就是我们前一天 就会给大家一档股票的点位 甚至是买进点跟停损点 还有特别就是说明的部分 说明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满意 就是让你知道说永远你永远 你永远要知道说你买了什么股票 所以我们超盘团队做这个 就是这件事情 那现在这些朋友们 小资族的朋友们 甚至秀芳所有组别的朋友们 参加秀芳的团队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放心 特别是我有一些在无城市的会员 他们常常一进去就好久的时间 然后都不能看手机 可是中午总是要吃饭 所以我都告诉他们 你中午就来看看说 你今天挂的单有没有成交 如果你今天挂的单有成交 OK那你就看你交割款足不足 如果不足你就是卖股票 然后再来换新的股票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操作 因为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手中 假设他手中有满满的合一 那他合一他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该出 他什么时候 他就是舍不得出 可是他加入我的超盘团队 他就是得出股票 因为我会带他买好的股票 然后把旧的股票 不会动的股票换掉 那我会跟他们说 我的股票你不是每天都买得到 可是你买得到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把你的旧股票除掉 假设我这个会员 他有满满的合一 有30张合一 那他今天买到了股票 买到100张我们的股票好了 那他就是盘中出来吃饭的时候 哦他刚好看到 然后他就刚好就把他的合一除掉 先买再买 就是先买到股票 再把你的股票除掉 然后把交割款补足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去上班了 你为什么可以安心去上班 因为你永远知道你买了什么好股票 你隔天后天我都会告诉大家说 哎接下来我们该什么动作 我们不会是一次买足 我们通常都是分批买慢慢买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想要加入修方团队 你就是要是一个好的猎人 好的猎人就懂得等待 懂得等待 你就可以打到打猎到一个 很大很大属于你的猎物 所以预挂买卖盘中无忧 是我们操盘团队独创的东西 很多很多朋友们也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才来问修方的团队 比如说我刚刚说了 还有一些老师 因为老师就是要上课 要教课 他就是有一个老师跟我分享 反正重点就是 他可能盘中有收到一些口讯 然后他就可能出去 假装上厕所然后去挂单 然后挂单单之后 可是常常这样子 学生都会觉得很奇怪 小朋友现在都很聪明 回家告诉爸爸妈妈 我一个老师好奇怪 上课出去好几次不知道在干嘛 那所以小朋友就是会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就会跟老师反应 然后甚至是跟校长反应 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老师会有一些些麻烦 可是 可是他加入我们操盘团队 他不会有这个困扰 他只要在下课时间 好好的看 他今天有没有成交 这样他一切都会很舒心 所以加入修方操盘团队的朋友们 就是你们都不用担心说 盘中会叫你们做什么动作 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股票 因为我们最晚前一天八点就会告诉大家 而且重点是 除了告诉大家买点跟卖点之外 还会告诉大家说明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秀方老师的 就是预逛买卖盘中无忧的好处 等一下带大家说个明白 好接下来的话就是五大保证 重点就是最多三档股票 因为三档是精算出来的 为什么不是五档 为什么不是十档 重点就是三档 为什么是三档 因为是精算 因为大家资金都有限 并不是说大家每的资金就是有好几千万在操作 有这种人 可是少数 真的是少数 我遇到的人大概都是小资族的等级 就可能就是 400万500万 就是大概这样价钱 也有大概这样的资金 也有人是一两百万 可是那都没关系 真的那都没关系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 你加入超盘团队 我给你的五大保证 就是第一 最多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是精算出来的 你只要你把你的资金分成这三档 然后依照我给你的指令跟动作跟张数 你就去买 我相信你会很舒心 你的资产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增加 为什么一直强调慢慢 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就是觉得好像 把我当成神一样 然后一进来就是 大家获利100万变200万 200万变400万 就是这么简单 我告诉大家啦 资本市场 就是股市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要 简单 简单的投资 就是要让你心情很舒心 就是 投资的很舒适 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唯有 简单投资 就是让你心情舒适 你才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那秀芳 秀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帮大家选到三档好的股票 每一次都选到三档好的股票 那每一个时间点都会要做不同的事情 那我就带大家一档换着一档 一档换着一档 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说明 好 代进代出 这个是很基本的 停损 也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因为我听到很多投资老师不会带大家停损 可是那是别人的事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一定会停损 我常来不会说我档档都对 没有 没有 人生当中一定就会走错路 何况是投资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 怎么在投资 就是你损出的时候 你要怎么检视你这个操作 那你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是我要做的 我操盘团队要做的事情 多空操作 不做抬角 这个五大保证 那大家就记在心上吧 好 一样 唯有改变才有机会 如果你在年初就看到我 你相信秀芳 然后你愿意踏出这一步 你改变了 恭喜大家 小知足的部分 那这个是小知足给秀芳的一封信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信吧 因为字有点多 那有帮大家highlight出红色字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完整的这封信在写什么 你可以加入秀芳的LINE 17888 VIP 你加入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每一天秀芳的字卡 好不好 简单的说 这4月4号的时候 我这个会员他来跟我讲 他说这两天看我节目 他觉得我身体好像有点虚弱 好像是耶 最近好像蛮多人告诉我这件事 然后也不怕大家知道 我昨天还那个肠胃炎 然后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 我有点太求好心切了啦 因为我到了新的 新的环境嘛 那我希望一切就赶快上回到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盯得很紧 然后我脑袋就会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所以搞得我自己压力有点大 所以就是变成是廉价的时候 我并没有在特别在休息到 因为我就是肠胃炎 那所以我就是有点在就是吃东西方面 就是有在控制 因为就是肠胃炎 所以就是有点虚 可是今天好多了啦 因为昨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那今天就是慢慢慢慢开始有点吃一些流脂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状况精神啊 还有肠胃的状况真的好多了 那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身体 我最近真的是 的确是压力真的是有点大 为什么哦 因为就是就是内外夹工的感觉 你们知道吗 因为旧东家还是会一直说出一些东西嘛 就是一些抹黑你的东西 那我虽然跟大家讲 谣言止于智者 可是我知道这个阵痛期还在 还在 这个阵痛期还在 那我只能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可是这些无形就是还是会有压力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我 因为就算是在有压力的同时 我还是可以帮大家找到好的股票 这就是我的能耐 这就是我要自己要过的坎 就是我自己告诉自己 因为其实在换公司这件事情 其实我早就已经预见 我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的 那只是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反应嘛 就是我肠胃的确是比较不好 那反正就是修房还是会好好照顾自己 那就是谢谢大家 那他说 这个会员他就说 他知道说我离开东家 他真的很替我高兴 其实还蛮多人这样跟我讲的 真的蛮多人这样跟我讲的 他说3月的时候 我有告诉我会有我生病嘛 所以我要开刀 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啦 那张千就说他不方便问我 然后 然而后续得知 就是前东家对我生病开刀 觉得我是装病 那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 大家都觉得我在装病 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说 到底天底下有谁会诅咒自己开刀 应该是没有啦 只是我觉得一切可能点位都很臭巧 然后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会喜欢往坏的地方想嘛 就觉得说你有预谋什么事情 可是我还是一样一句话啦 谣言止于自责啦 真的就是这样 那大家也看到整段证明书了嘛 那其实在我生病这段期间 我我其实发现了很多 就不是发现 应该是说意外得到很多东西 怎么说 就是以前的贵人 以前的长辈 以前的长官 全部都有回来看秀芳 其实秀芳是开心的哦 所以就代表说这一场病 虽然生病了 大家都不想生病 可是秀芳生了这场病 其实我得到的是更多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我 很多人支持我 我觉得这样就足以了 那这些人 至于前东家那些人 我没什么好批评的啦 反正一样谣言止于自责 真的就是这样 那他不相信就不相信啊 还是你要来参观我开刀 可是已经过来了 所以有那个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蛮挫折的 你真的是蛮挫折的 想说奇怪 做人有这么失败吗 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 可是事实证明我做人并不失败 因为我全部 我的我以前的主管 董事长 他们真的没有来看我 然后甚至还送我们水果 可是这些不是我要来说嘴的事情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一次我的寝思就是 一样就对 对的事情重复做 你的价值人家会看到 你的人品人家会看到 有一些人就是想要污蔑你嘛 那那些人就让他走吧 再见 就大概是这样 那他说这三天看我的节目 他觉得我 我讲的太保守了啦 他说我应该像别的分析师一样 要讲自己一月到三月份 怎么让小资族赚钱 然后 而且真的没有让小资族赔钱 真的小资族的主别 这个这个主别的会员 真的都没有赔钱 那真的 他们都一档接一档赚 首先就是浮华 他说他第一笔价位是52.9块 加码了四次 然后陆续就是有带他们价差 价差操作 那他觉得有一笔 真的很神 他说因为他加入了两个分析师 都是教会员试驾买或是敲涨停板 这这倒是真的哦 就是我不是锁定什么头顾老师 这可是真的有这种太阳的老师 每一种老师都有 只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如果你当时选这个老师 相信你一定是看他很久 你一定觉得说 哦他股票好棒 每天都有涨停板 我一直提醒大家 有一些老师他涨停板的股票 可能他是追前一个TIC的 就差一个TIC涨停板 他当天就可以说 哦我的股票涨停板 可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 那又怎么样 你股票只赚一个TIC然后涨停板 你在那边说嘴到底要干嘛 可是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这个朋友他一直觉得说 哎呀我这个讲太保守了啦 我只能告诉大家 他的浮华一张赚23块 那张仙我操盘团队的重码专家 张仙叫他买20张 那他赚了快45万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之后呢 第二档均豪 他那时候拿了100万 买了30张 赚了30万左右 然后之后银广跟梁维 哎银广跟梁维是我们也有叫的股票 可是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没有成交 我告诉过大家 我的股票不是每天 每一天都会有成交的 真的不是每天都会有成交 因为我们都会挂一个最舒适的买点 啊没有成交没有成交 我不会先来跟你讲说 哦我有银广跟梁维 没有啊没有就是没有 可是没有成交 我觉得那又怎么样 因为这个朋友他告诉我 就算没有成交 可是他还是很佩服我们 操盘团队的选股功力 我觉得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操盘团队的选股功力就是这样 那你会说啊 又没买到那算什么 我告诉大家 没买到就没买到 因为我们永远都还是可以有 下一档股票给大家 那这个朋友呢 他说 金城科跟陈明店 然后因为金城科 陈明店 七天的时间他赚了快20万 那金城科哎 还是一样没有买到 可是那又怎么样 一点都不担心 我每一天就只要看说哎 我的股票没有买到 明天到底要不要继续买 这是我们操盘团队该烦恼的事情 不是会员该烦恼的事情 会员不要觉得可惜 为什么 我常告诉你们 我们操盘团队不是神 我们不会买在最低也不会卖在最高 可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是什么 我们可以给大家就是一段时间 可以给大家满满的幸福 这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嘛 从小知足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告诉大家小知足的军号 他一百万的资金你买30张 一张价差10块钱 简单心算你买30张 这一档股票你是不是就可以赚30万 对吧 那你把军号的资金我们再加码浮华 你加码浮华你一百万可以买20张 简单简单算就算20张 那一张算你赚你20块好不好 一张赚20块好不好 你有20张20块 简单心算是不是40万 这一档军号你赚了30万 这一档浮华你赚了40万 接下来我们叫你的浮华资金转到成名店 成名店算是比较幸运 因为成名店的部分就是7天 7天价差交易就有快10块钱 好成名店你也买20张好不好 那我们就简单心算 赚一张赚10块钱 20张赚20万 那这样加起来是多少 从军号你赚钱了 我们把资金放出来 放出来我们加码浮华 军号你赚了30万 军号你赚了30万 浮华你赚了40万 30万加40万等70万 70万接下来的成名店 你赚了20万 40万30万20万总共70万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从1月到3月 我们整个季度来看 你的100万资金有变成190万吗 我告诉你我的会员朋友们 有有可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会员朋友们他他们资金不止100万 所以这样子的操作真的让他们的资产有感倍增 所以我才可以很大声跟大家讲 浮华这张股票我的会员真的随随便便60万 100万200万在赚的啦 我真的没有骗大家 扎扎实实的就是操盘团队的选股功力就在这边 真的就在这边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小资组的布局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张股票今天有买到 那今天买到我觉得很好 因为今天我们叫我们小资组买两档股票 一档股票没有买到 那另外一档股票其实就是 掌握到3月营收有不错的状况 接下来营收会越来越好 这是我擅长的事情 那这张股票其实也是 那我们习惯就是要找一个 舒适的点位叫大家买 那另外一档股票就像今天上去了 上去一点我觉得没关系 没买到我们就算了 因为明天还是有机会可以买 那这档股票我们就先建立了基本部位 那一样小草变大数 是秀芳要给大家的 操作资金100万 股价在63块以下 三天内布局完成 今天第一天 大家去想想看 接下来三天我们会怎么买 重点就是大股东的股权很集中 大家记得秀芳的选股新法六锦囊吧 其中有一块就在讲大股东的部分 然后就是国内知名大厂合作 然后半导提供一点毛利率持续走升 这个地方毛利率持续走升 就是财报的部分 就是我专门的部分 那这边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开始就是 这间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到底在做什么 只要你加入超盘团队 你就一定会得到一个这个买进的说明 那前面的话是上面一块 应该是说上面一块就是买进跟卖出的点 买进的点位跟停损的价位 那真的这一档股票我们先说这档股票在做什么 先说他在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 在筹码的部分会有非常非常强劲 详细的说明 那我先说啦 这一档股票价差加波段操作 我们预先 我们预先一张价差算30块好了 算30块好 你觉得少吗 我只能问大家你觉得少吗 如果你觉得哎30块的价差 嗯波段价差不错 没错波段价差觉得不错 那你就要赶快跟上我们布局的脚步 搜寻我的LINE17888VIP 17888VIP有什么问题竟然问我 反正这一档股票 我们现在会员 我们现在都已经慢慢慢慢在建仓当中 千万不要等到就像浮华 像成名店 就是我们获利了解你们才说哎呀 早知道我1月一定要加入修芳老师的操盘 我告诉大家这故事我听很多 特别是在这个假日 大家都一直来 LINE我说哎呀我应该 早就要加入修芳老师的操盘 我告诉大家 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加入 我觉得那就是代表你还没准备好 那现在你有机会可以加入了 你还要再放弃这个机会吗 那你还要再错过小草变大树吗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股市绝对是实机财 实机财是什么 你要抓到那个timing 你想想看两年前你抓到AI股 会涨吗会赚钱吗 不会嘛对不对 可是这个实机财只要你去年 去年抓到AI股 我相信大家叮叮叮叮 航运股之前也是啊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同我说的这句话 股市就是实机财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那现在就是大家该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你们还要再错过吗 好接下来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讲 超排团队全新升级 那这个超排团队全新升级 我们多找了研究员 研究员就是帮秀芳来一起看产业的 那今天研究员他每一天都很辛劳心情的抠公司 然后回馈给我说有什么股票不错 我们会一起去看公司 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这代表说我们超盘团队的绩效 有机会再度挑战自己的高峰 好不好 所以就大家要选 头顾老师一定要选像秀芳这种的 我不是说我就是唯一 我只能跟大家讲 我真的很认真 那我真的很尽心尽力的为我的会员朋友们想 那我真的很尽心尽力的想要告诉大家 想要告诉所有认识我的人 就是不要再劝我回产业了啦 就是我知道产业很好 可是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头顾老师 我希望这一个不一样头顾老师 我今年进入了第三年 头顾业了 第一年我们就算是打地基吧 第二年就算是 嗯 好啦第二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今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一样 跟随我自己的心智 跟随我自己的脚步 做我想做的头顾老师 给大家一个全新头顾的一个氛围跟思维跟想法 那还是一样跟大家强调 就是秀芳的团队会赔钱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我们要怎么把握 一整年我们大赚小赔 那很高兴告诉大家 就小资组的部分 我们到现在都没赔钱过 非常非常开心 那实际财 股市就是实际财 你之前还在考虑 你现在还跟我讲 你还要在考虑 你还要来赖我跟我说 你要等什么等什么等什么 我告诉大家 就等吧 如果你还想等就代表你还没准备好 那很多人他们都不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准备好了 所以他们今天买到了全新的一档股票 好接下来先布局抢赚钱班 这只限救会员 那老实说 这一个只限救会员 就是秀芳的小资组 还有就是秀芳的心服学研班 还有秀芳亲自带 然后还有专人亲自带 那还有生技股专门班 就是这几个班别的救会员 为什么 其实老实说 4月2号4月3号 有很多很多救会员 他们全部都加入了这个班别 先布局抢赚钱班 那他们现在心情非常非常好 怎么说 现在整个市场上大家都在讲美食 跟大家聊一聊美食 先跟大家聊一聊美食 在美食的部分 今天美食涨 今天美食涨346块 我相信只有涨 大家才会开始数绩效 那大家记得我现在跟大家讲的简单算数 假设4月3号你买美食 你买10张 就给你买在最低点307块 好了我们就算是买10张300块的美食 好不好 那今天的话现在328块 简单心算一天你赚了28万 28.5万 那我们就算28万好不好 你这样子赚28万 现在全市场都要问我说秀芳老师你有没有美食 我没有 我告诉过大家 就是我不会骗大家 我不会因为说现在美食涨上去我就跟你们说 我有我真的没有就是没有 为什么我敢说我没有 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美食的好 只是因为那时候资金不在这里 那因为我知道美食的好在哪里 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会发酵 我对美食的掌握度真的很高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美食我告诉大家 我思考了一下我没有选美食我买了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就是4月2号4月3号来升级成为我先布局抢赚钱班的会员朋友们 那我带他们买这张股票这张股票 我们4月3号买 我们一样我们用300块来做300 300万的资金来做比喻 我刚刚说的嘛 美食你在4月3号你买10张 那简单心算让你赚28 28万好不好让你赚28万 那我带着会员朋友们4月3号买这张股票 我们300万的资金大概可以买35张左右 我们简单心算算30张就算30张给你 我告诉大家我们的30张 跟美食一样300万的操作资金 我们这张股票赚了快40万 40出头万 我们就简单心算我们都切齐头40万 28.5万跟40万 你去想想看这样子资金操作才一天 你觉得哪一个好 我并不是说美食不好 我也不是说现在大家都每个人都有美食 都觉得他们怎么样 没有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的取舍 我的取舍就在这边 所以我跟大家讲人多的地方我向来不喜欢去 像00939 00940我都不去啊 我去那边干嘛 我就是知道是当股票的好 我就敢带我的会员朋友买 但我们买30张35张 我的会员朋友先说 那我会员朋友资金大概是500万以上 所以他可以买比较多张说 可是我一样齐头嘛 就跟大家讲如果你300万嘛 那你就是买这样嘛 你买30张 30张到35张 那我跟大家讲简单心算30张啦 那我的那一个不是一个 就是那一些会员朋友们 这样股票现在就是赚至少40万 就是至少40万 那你就去看嘛中间差异 如果你觉得28.5万也很好啊 对不对 很好 恭喜你真的很好 我觉得一样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好的交易策略 我觉得能赚钱的交易策略 我向来都觉得很好 我要告诉大家强调一点 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虽然我们4月3号买 今天其实还是属于大涨的阶段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张股票的话 他今年市场推估EPS8到10块 8到10块 我给他的目标价其实是我们买进价的翻倍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财报部分我都看透了 那接下来这张这间公司 他的产品高毛利 真的是高毛利 那现在市场慢慢看到他了 他最近价量齐扬走的还真的很不错 那这边一样就是有告诉大家说 这张股票是买什么是做什么的 我们买他的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筹码面的部分 筹码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参考 重点是预估一张价差可以60到80块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我预估他就是可以60到80块 所以你现在问我说 那约35张 我们算30张 30张的话 那现在赚40万我赚够了 我告诉大家还没 才刚开始而已 真的才刚开始而已 这间公司非常非常好 这间公司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你简单心算120块以下 60到80块 我们算60块好不好 是180 空间大不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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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如果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有人参加了这个班 先布局抢赚钱班 人家都赚钱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那你还在犹豫 你还在怕 你还在不敢 没关系 我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只要你有觉得犹豫 有觉得害怕有觉得不敢 就代表说你还没准备好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都准备好 我们超盘团的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这张股票非常非常棒 那如果你对这张股票有兴趣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 17888VIP 你加LINE来问我好不好 这张股票我对他信心非常非常足 真的非常非常足 再次恭喜先布局抢赚钱班的朋友们 好不好 就是你们相信秀芳 秀芳就会给你们该得到的东西 接下来这一档股票生技股 大家都在封美食我不封啊 我干嘛我为什么要封 生技股我专场 我为什么一定要封美食 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擅长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跟封 我真的就不跟封嘛 大家现在全市场都在数美食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数美食 这档股票我们之前买 我们在买在100块以下吧 印象中 那今年的EPS7块 然后外资延续买超 订单满载 然后毛利率非常非常好 这档股票老实说 你看价差45到51块 那保守价差30到50块 其实这档股票我看的是50块的价差 真的是50块的价差 然后我们朋友们 就是先布局抢赚钱班的朋友们 买这档股票我们买得很开心啊 怎么样 我们买之后就开始慢慢涨 慢慢涨 有一种走势是金金涨金金涨 没错这档股票就是这种样子 我们都是还在赚钱 我们真的就是还在赚钱 你们想赚钱吗 想赚钱就是买这种股票 而不是说今天美食 哦 涨了多少啊 你好开心哦 那你就去追 我并不是说去追美食不会赚钱 只是 我自己的想法会是 找更低基期的股票 然后我们赚个波段赚更多 而不是那种已知的东西 已知的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讲到我都不想讲了 真的讲到我都不想讲了 很多人来问我 我都可以告诉你们啊 因为那都是我内化的东西 就是我完全不用思考 就可以可以讲出来的东西 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我跟我研究员讨论很久 我们讨论很久 那最后我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几档股票在 生计股在选 因为接下来第二季 我觉得生计股还是大家一定要做的 做的族群啊 那我们有几档股票在选 那我们最后排出顺序 这档股票是第一个排序 果然就让我们抓到了 生计股啦 生计股的第一个排序不要误会 然后再来就是这档股票 也是我跟我的研究员 我们一起找出来 我们一起讨论出来 就是我们这一个是 呃 这档股票算是 我们的第二档操作布局 接下来我们第三档股票准备好了 真的也都准备好了 那如果大家就是秀方之前的救会员 你们看到了 那你们知道秀方之前 绩效到底怎么样 那你们新的秀方 全新操盘团队的升级 那就欢迎你们来加入先布局 抢赚钱班 不会让大家失望 因为现在好多人就跑来谢谢我 我告诉大家不用谢谢我 你一定要谢谢你自己 因为是你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也相信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就是会给大家 大家该有东西 我要给大家什么 不就是赚钱 不然我给大家什么 大家说对不对 好最后最后 就是一样就是在LINE的部分 有什么问题尽量来问我 17888 VIP 有什么大家对于股市 或是接下来操作 或者是任何任何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欢迎加LINE 然后跟我聊一聊 TG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加一下 小鼠CSF888168 特别是在万通投顾 陈秀芳分析师的YT 相信这个订阅人数 他应该也不是太多 他希望很多的就与薪资 帮秀芳分享出去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